謝謝各位繼續來參加下午的場 我們第一個小時是一個 我們針對台灣高碳排產業公正轉型 醫師調查的一個記者會 所以我們這一個小時 基本上是會用記者會的形式來進行 首先我會請我們王維根博士 來做一個20分鐘的報告 針對這個問卷的重要一個發現 接下來我會用幾分鐘的時間 來做一些政策意涵的一些報告 因為等一下下午的這個session 我們會請到除了兩位國外的講者 我們也請到國發會的副主委 司科副主委 他會來談大概現在政府 對於公正轉型的一些organize 或是一些policy 他的hation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 我們下午要來自意把它轉向在這個 所謂的just transition 那大家都知道現在因為近年轉型 會面對非常多的社會的一些衝擊產業的衝擊 所以現在是還沒有完全發生 但是逐步就是我們要開始來做一些準備工作 那我們早上聽了這麼多的issue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在我們的社會脈絡裡邊 找到適合我們的一些路徑 來解決這些比較challengeable的problem 好 那我們接下來20分鐘就請來跟做一個報告 大家好 好 感謝大家今天來跟全世界的民眾 一起來關心我們近年轉型下公正轉型的這個議題 為什麼說是全世界的民眾呢 因為這一題在今年的COVE-27裡面 已經非常熱烈的被討論 而且做出了很多實踐性的決議 那這一題為什麼重要呢 其實有兩種國家的特別關心這個議題 第一個是發展中國家 第二個是富裕的民主國家 那發展中國家為什麼關心 我們想我們很清楚 因為它在近年轉型當中 它需要一些緩衝空間 需要處理公盡的問題 那富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關心呢 因為公正轉型這一題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那麼它其實是會動搖到社會經濟的根本 以及統治的根本 統治基礎都會被衝擊到 所以這些富裕民主國家都非常重視 那民主的國家為什麼特別要重視 因為獨裁國家的公益是獨裁者決定的 但是民主國家的公益是民眾決定的 好 所以公正轉型對台灣這樣的民主國家 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們就來一起來關心這一個題目 那因為它這麼重要 所以我們簡單看 其實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地方 在過去幾年裡面已經開始的公正轉型實踐 那這個數據大家不用操 因為這是一個學者的統計 但是這個統計有一個range在 而且這個數據是不斷地在增加當中 那如果包括現在拜登去透過G7推動的 這個公正能源夥伴關係的話 這個盤蓋地區會更廣 那這個議題等於是現在全世界熱議的議題 大家有關心COP27的話可以知道 它也是明年COP28的一個會議談判的基礎 大家就是要這麼幹了 因為它就是太重要了 那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是不是這題很重要呢 絕對是台灣未來20年30年走近零碳排 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所以台大風險中心在今年11月的時候 就來進行了高碳排產業的公正轉型 議事調查 那我們用官方能源局台電公佈的資料 以及碳排密集度 電力密集度 總碳排 總用電費佔成本的這些指標 選出台灣的這個一些高碳排的產業 那特別要注意我們這次調查的涵蓋到中小企業 因為大家都知道靜零碳排這一題 在中小企業上是非常面臨考驗的 特別是公正轉型這一題 所以這是我們大概調查的結構 那我們就初步掃除出這15個產業 那其實有幾個產業 我們應該大家比較熟悉的高碳排產業 但是它也有一個擴展名單 我覺得這是未來值得深入在探討的 以前我們不太會知道 漁業其實有可能受到衝擊 用水供應業 用水供應業這邊說明一下 主要是裡面涵蓋一個項目 叫做污水處理 還有這個有毒水的這些處理 它其實是在甲烷跟碳排上都是很高的 那它可能有一個擴展名單 我覺得這也是值得將來 還有食品業 其實它這個擴展名單 也許我們就開始也要注意到這一點 那我們很快的來進入 我們開始問 所有的意識調查 我們都會先問地體 你到底知不知道 這個靜零碳排政策 到底是你了解它嗎 結果我們出來的這個受訪的結果呢 在這一些已經是高碳排高耗電的產業裡面 其實還是高達66%的受訪者表示 完全比較不清楚 非常完全不清楚 相當不清楚 那三分呢也是不清楚 四是中間 那也還有 所以表示說我們 其實在這一些應該關心的高碳排產業當中 還有這麼多是完全不清楚 那我們這個途中有跟疫情紓困 跟這個勞退心智去做比較 那其實勞退心智跟疫情紓困 不清楚的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這很明顯的差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政府在這個靜零政策的溝通上 確實需要加強 如果他連靜零政策都不知道的話 那他到時候受到衝擊 他當然不知道公正轉型的問題 但是他這個分析 我讓我們跑這個 所以調查出來 如果我們只有這樣問的時候 那很想而知 很多人不會覺得有什麼衝擊 因為他還沒有聯想到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 已經聯想到的 這個影響大的這個部分 我們做了交叉分析 很意外的一個產業跳出來了 他覺得對他的未來的生計影響大 影響極大 高達50%是漁業跳出來了 結果我們就想 對呀 因為最近靜零江中的能源轉型 已經有很大一部分 離岸風力 漁電共生 要知道這個漁業 其實就是包括海面養殖 內陸魚撈跟內陸養殖 那他好像是 他們就會感受出來了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呼籲 就是說政府當你在看的時候 那些你沒有看到的 但是當一旦被衝擊到的時候 他馬上這個感知 跟擔心他工作的程度 是飆高的 那接下來因為 大概民眾不曉得 淨零碳排政策是什麼 於是我們早就料到了 我們在問題裡面就設計出 如果我們在2050減碳情境下 將極少使用化石燃料 就像早上單聽廖院長報告的 未來化石燃料會非常少的來使用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少用化石燃料的話 這樣子提示 他們是不是能聯想到 沒錯 他馬上這個擔憂程度呢 增加了9.2% 那基層員工呢 擔憂這次交叉分析 他就非常的有明顯的提高 那如果把剛剛這樣子 瞬接下來的話 他的擔憂馬上就是提高了 都到30%幾的 那擔憂這個也到在我們意料之內 路上運輸業 石化業 鋼鐵業 電力業 還有現在暫時 漁業就冒出來了 這是非常需要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於是呢 既然油電價的波動 這麼關鍵的影響 我們就來探討油電價波動 我們影響的意識 這一群高碳排產業裡面 他們對這個衝擊的感受是怎麼樣 他們有沒有意識到 會對他們工作造成影響 我們提示過後發現呢 74.9%的受訪者就認為 減碳政策對油電價就會造成影響了 很明顯的 當油電被連起來的時候 他們突然知道 靜靈泰白政策要做什麼了 那這個政策下來之後呢 我們發現他整個的感受程度這麼高 來我們進行交叉分析 受訪者的身份 如果是企業中10人以下的主管 可能我們說是基層主管或是小主管 他的感受特別明顯 達到顯著差異了 那我們一想 我們在公司裡面的情境很合理啊 下面的員工就照你命運行事就好 我管不了那麼多 但是我的高層管理階層 就告訴下面的階層說 你就是呢 這個績效 然後coast down這樣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間主管可能對這個就很敏感了 那接下來就是油電價對家庭支出影響 這個其實是比較跳脫產業外的 但是它還是一題非常重要 我們還是必須問 反正63.2%已經會意識到 它對家庭支出會有造成影響 那當我們去做交叉分析的時候 發現對油電價對家庭支出中 中所得者 其實對這個波動是非常明 比較敏感的 達到顯著差異 這個在法國黃背心裡面 其實運動裡面其實有看到了 因為呢 低電價保障 通常我們都會有社會福利去支持 而且我們也有最低電價的保障 這大家知道的 一般政府也會說我們都會設計了 但是呢 中電價的其實它反應在這上面 它佔所得比 它就很敏感的 所以在這裡呢 雖然差異不大 但是它達到顯著差異 值得我們之後繼續關心的 那麼這一張 我們所要問的就是 低碳交通的部分 如果未來我們2050 我想除了油電之外 另外一個改變 就是我們的運輸方式 絕對不能夠再那麼依賴化石燃料了 那它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35.7%的認為沒有影響會影響極小 所以我們的無碳交通方式 還是應該積極的去推廣 其實有很多人慢慢在接受這件事情 但是也千萬不要忽略了 其實有44.1%的人 他是感受到 這個對他的未來生活的 會有很大的影響的 那我想這一些呢 它出現一個兩極化 這未來值得再研究的 因為它有一群人 他可能已經採用了腳踏車了 他可能已經採用大眾運輸工具在改變了 他會完全沒有影響這些好事 但是有很多人他覺得有事哦 所以如何在這個地方讓它過渡過來 我想也是未來非常值得要關心的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公正轉型 它其實可以分成很多類型的 第一個呢 就是一個減碳責任的一個分配正義的問題 那這個非常直觀 碳排量大 減碳責任也大 我想這個81.8%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呢 在減碳責任上面 有55.7%的受訪者 高碳排產業裡面的受訪者 他擔憂減碳責任會轉嫁到員工身上 非常高 然後呢 55.7%之外 當我們做交叉分析的時候 很意外地發現 中高階主管負責人跟股東 他們作為管理階層 他們竟然在 在這個轉嫁到員工上面 有顯著差異的 這個部分 就是他有比較高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們值得更加地關注 就是其實這些管理階層 他們意識到轉嫁的可能性 所以感到擔憂嘛 因為他意識到了 那他感到擔憂 事實上他們的決定將決定 他們的決策 對公司的決策 將決定轉嫁是否發生嘛 所以這一題 當他們是比較高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特別注意這一題 我舉個例子講 如果今天現在很多大學在退場 如果台灣大學有學生在那邊傳說 台灣大學要被收掉了 我覺得我知道台灣大學如果要收 一定是全台灣最後幾家被收 但是我是做個舉例 學生在傳這沒什麼嘛 這謠言滿天飛 但是如果是台大的校長 跟教務長跟一些資深教授在說 教育不好 要把台大併給其他大學了 是不是就很可怕了 好 這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們很意外發現 這邊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我們有待更多研究 來查驗這些事情 我們還需要做教材分析控制變相 以及去做深度的訪談 但是這是值得我們去注意到的 再來就是一個程序正義方面 這也是我們非常強調 當我們說政府是不是會希望了解到 政府如何處理 減碳對我們的工作 能源交通方面的影響 有47.7%的民眾希望了解 我們看起來不是那麼高 雖然多 但是不是那麼高 為什麼 下一題完完全全的呈現這件事情 其實政策溝通的渴望只有47.4% 但是要求參與高達75% 這個我們今年訪問很多高碳排產業 我們實地訪談 當我們講到政府溝通的時候 他們其實會講 不用溝通 沒落後 因為你有溝也沒有通 他們渴望參與 他不要政府再告訴他們 我精靈泰白政策做了什麼 我對你有多少補助 你怎麼不在事前來找我們一起來 想辦法解決呢 當我們再問到下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在事前就充分溝通 一起討論可以影響的 就達到83.3%了 這一群高碳排產業的 從這個主管階級到員工 他們都希望你能夠在事前就溝通 高達百分之 事前就讓他們有溝通參與 一起想解決方法的可能高達83%了 你如果只是溝通 那就40% 因為聽太多了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談的這個是 恢復正義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當造成損失的時候要有多大的補償 那麼我們會調查就是 政府的減碳政策造成勞工權益損失 你認為應該做多少程度的補償 對企業做多少程度補償 對勞工作多少程度補償 這兩題併在一起 因為他們的差異並不大 都是在這個四分是補償一半 六到七分是補償全部 都是盡量往這邊補償 那其實感知是差不多的 唯有一個差距 這邊沒有呈現 但是交叉分析我來說明 基層員工跟實人以下主管 會比較偏向六分到七分 那這個管理階層是比較四分的 那我們還會做進一步調查 但是我們初步看這也很合理 因為管理階層比較知道政策的現實 它不太可能給你百分之百補償 他們自己也沒辦法承受 所以也許他們做了一個現實考量 但是在這裡的顯著差異 我們未來會再做比較細緻的一個分析 那補償這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image 希望這個真的之後能夠談到政府裡面 其實大多數的受訪者 是希望有立專法補助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台灣在遇到 其實我們的憲政體 遇到重要事情真的是需要跨部門的專法 或者是跨部門的機構 以現在來講如果漁業農業受損 那就是農委會 漁業署 他們分別去制定方法 然後你想到勞工可能是經濟部 可能是工業局 可能有多少種方法 可是公正轉型這一題就跟疫情的紓困一樣 它需要有一個比較統一的標準跟指引 像我們也知道交通部很多部會 自己都有開一些公正轉型的會議 可是有時候去看他們的slide 其實他們有沒有掌握到公正轉型真正的意思 還是它只是一個損失補償的意思呢 我們想這一個是有一個專利專法補助的需求在這裡 而且這樣子才能夠對剛剛那些擔憂的民眾清楚的說明 那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知道當我們在靜靈政策在減碳很多政策下去的時候 像以前的這個要淘汰老舊大柴油車 或者是二行程機車的時候 他們都有一個訴求說我感覺我被污名化了 為什麼我是污染者 這個叫做污名化 那我們設計的三個問題 一個是新聞報導說你的產業是 造成暖化與極端天氣的高碳排 你的感受是如何 那政府公開宣布這件事公開宣布 那在政策裡面這樣講的話你的感受是如何 有被污名化還是你完全同意 這是事實 還有權威大學 結果發現這三個獎呢他們都一樣 就是都會有感受到被污名化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政策是就死胡同了 其實不是的 他當然不希望你直接公開告訴他這件事 可是答案在哪裡呢 答案其實在前面這一題啊 如果你在你決定要這樣管制這個產業 所以你有一些積極的措施要做的時候 你是事前就讓他們參與 一起來想解決辦法 你在這樣子的邀請的會議很誠心的跟他說 我們要靜零需要你這一塊的努力 我知道很困難 我們一起來想辦法來處理這個 你們的碳排問題 請問當這樣子下來的時候 我想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比在家裡面像我們當時 台灣大台油車 他是事後在賴群組裡有人傳說 你的車不能再開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震撼 我想這是這一題帶給我們一個 最大的一個歧視 而我們也需要認真去面對 這個問題 那在做了這麼多之後呢 我想他會帶來很多政策的意涵跟建議 那這些深度的部分 我們就有請這個 我們中心的周桂田主任 來接續 來為我們這個調查呢 做一個政策意涵以及建議 我們我們這個王位跟博士 就是剛剛報告的非常的熱血 我想這個 相較於我們那個韓國的三軍教授 這個早上非常的 這個非常的熱血 希望我們台灣的這個公民社會 民眾能夠多發聲 其實在全世界現在具體發生公正轉型 當然在勞工部分 現場應該有邱華美教授 在這邊是一個專家 那過去近期一個 當然就是法國黃背心運動 那大家知道法國黃背心運動 就是馬克宏 這個取消富人稅 然後要徵收這個燃料稅 然後他們鄉間很多人 塞鐵壺就是用柴油 但是相對剝套感就出來 就認為說你取消富人稅 你來徵收我這個 這個賺沒有多少錢的燃料稅 所以運動就起來 那台灣的公正 公正轉型Case就是2018的這個 柴油大貨車那個issue 那個為了要去制裁 治理應該說要去管制 管制這個空屋的議題 那所以現在這個兩個具體發生的例子 現在我們面對當然就是 淨零轉型的過程裡邊 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一個 等於研究 各位知道說學術研究 有一定它的局限 我們就是先鎖定在 這個高碳排產業 那我們這個調查是有500份 那委託中華征信社 去針對這些高碳排產業的企業 經理人還有勞工來進行調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調查出來的 結果大概就是有經理人 主管 主管階層的 然後還有這個勞工階層的 他們的一個意思 那我在 因為剛剛很快 談了一些數據 再稍微讓大家有一個image 其實說對公正轉型 或是說對於 因為我們在問的時候 不會用淨零碳排這個問法去問民眾 那聽不到 什麼叫淨零碳排 一定沒有人聽不到 所以我們就說 當我們要減碳到90%以上的時候 會對你產生什麼影響 用這種數據去代表這個淨零碳排 先說明一下 那不了解為什麼政府要這個減碳到90% 就是2050的目標 要減碳要這個 無論是碳中和或是所謂的這個淨零碳排 有接近81的民眾是不了解的 那有66是完全不清楚 那到後面的時候去問說 那希望能夠了解這個部分 政府的政策過程的 有接近一半 希望能夠能夠了解 我想這就是我們國內民眾的知情權 那希望能夠參與公正轉型 或是整個淨零碳排 或是我們所謂減碳的政策 有75%以上的民眾希望參與 那特別是希望政策推出前 能夠加強能夠溝通的 有高達83% 那那個師傅主委還沒到 我想我們這個也會送給行政院一些參考 就是說我們民眾現在對這個issue 尤其這個產業界的同仁 應該對這個issue也是想急遇要知道 我想這一般反應我們在 在理解程度 因為這也是一個算新的議題 你說這個民眾要 我們大家要了解也沒那麼快 可是希望能夠更加多了解 希望能夠參與 希望政策推出能夠多溝通 我想這是台灣一向的弱項 因為我們在推出很多政策的時候 其實是不夠細緻化的 這個不夠溝通不夠充分 所以你看到那個Samson教授 他們早上在談他們碳中和委員會 我仔細看他們做了一些公眾的諮詢 討論都是好幾十場的 甚至是在國外甚至都是上百場 那這是我們台灣其實是最多的部分 那在這個問卷裡面還有可以提到說 哪一些產業 因為他認為這個衝擊最大 現在當然就漁業 可能是漁店共生的議題 那對大家最敏感的是什麼 就是油價 電價 會不會是在政府要減碳90%的時候 會不會對你產生影響 對你個人跟你家戶的支出 這個都有顯著的標準 其實就是說這個是對民眾最直接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受薪階層裡邊 就是中堅所得者 說中堅所得者這個issue 可能未來要去注意 就是說我們大家在談論 會有所謂的脆弱群體 可是中堅所得者可能就是這一波 會受到衝擊的人 所以這未來要怎麼再界定 來看待這個非常重要 另外兩個大的重點就是 大家去歸咎這個誰應該承擔這個責任 那當然調查出來就是一般 這個調查受訪者就認為 碳排比較大的責任就要比較大 然後這個高中高階層的主管 反而會比較注重到 未來這個整個淨零碳排政府 在減碳政策的時候 會把責任轉嫁給員工 那這個我們就秀出的是說 其實他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 因為未來一定會產生一些衝擊 所以這個怎麼樣特別去注意 非常重要 尤其是中高階層 因為他可能比勞工階層還更加清楚 這些問題的利害關係 那補償的部分大概就是說 大家希望從中間到全部補償 我想這是一個特別的一個 大家也值得注意 那另外有一個特別比較高的發現是說 受訪者希望能夠立專法 對於這個補償裡面能夠來立專法 大概是這幾點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無名化的問題 我想那個才有大貨車那些個體的這個 當初行政院其實是有找到 才有大貨車的工會行會來做溝通 並不是沒有溝通 但是沒有找到這些個體物 那這些個體物你要叫他 一下換好幾百萬換一台車 然後你補助只有有限 所以他們是承受不起 就是他們聲音沒有被辨識出來 沒有被界定出來 沒有被發現出來 所以這個然後他們會覺得是說 那我也想要維護空污 可是你這樣子就講說 好像都是問題是我的 就是這個無名化 所以這個無名化 或是我們學理上講的刻板化 或是stigmatization 這個東西是未來政策上 都是需要來注意的 大概就是說這些數據裡邊 大概呈現就是執行權 參與權溝通 然後誰是誰中間所得者 還有油店的這個價格 還有補償 還有無名化 就大概這幾個面向 可以讓大家來參考 就是說我們在每一個人在自己的 應該說在自己的位置上 有機會其實多來注意 因為即使靜零碳排或是說 整個台灣的在極速減碳裡邊 這一定是會非常大的衝擊 好那我先再繼續報告一下 我們中心一項立場 就是說其實我們常常在聽 這個靜零或減碳這個過程 就是其實台灣現實上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的能源轉型還慢了 當全世界在2010的後 2010前後其實再生能源 都一直在往上飆的時候 我們其實2001我們雖然談到核原非核家園 我們2009雖然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可是我們的再生能源 都是因為我們國內的政經情勢 在這邊拉扯 反而延宕了再生能源發展 就是延宕了能源轉型的過程 所以今天的再生能源這麼低 全世界要greening of global supply chain 這個台灣作為全球的供應鏈要綠化 這個部分是又太慢 所以這個核色經濟 大家習慣這種低的電價 低的油價低的水價的社會 你現在要做這麼極速的轉型 那這極速轉型不是台灣內部要做的 而是全世界逼你要做的 就是有一個概念 大家應該都清楚知道 我想幾位各國代表都有提到 全世界2015談巴黎的協定 就是要控制溫度在2度C 甚至1.5度C 到2018的時候 再談所謂深度減碳 或是極速減碳 就是每10年每一個國家 全世界要減碳50% 然後到了去年 COP26突然講說要 2050年要禁營碳白 那這個對台灣威脅非常大 所以我們等於是說 在一個核色經濟的體質 就是我們這邊列的第一點 你現在突然要轉型 這個恐怕會產生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壓力非常大 所以這個其實 我有時候在想說 誰未來要當總統都會非常辛苦 雖然很多人想要當總統 一定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第二個就是說 台灣現在高碳牌高耗電企業 也就是我剛剛講說 除了面臨禁營轉型要求之外 他附帶的就是 今天大家聽到的 所謂的歐盟的碳關稅 或是所謂的碳關稅 美國現在的Clean Power Act 他們也要實施碳關稅 日本也要台灣自己的 氣候變遷法草案 也有碳關稅的條款 還有供應鏈百分之百的綠化 早上大家聽到 蔡民中董事長講說 台歌大要投入300億去發展綠電 這件事情就是一個現實的壓力 就是一方面你會有碳關稅的問題 一方面你要綠電的問題 所以台灣在這一波轉型 然後一方面又要急速的減碳 產業界又要轉型 所以這一波其實我想 大家可能要勒好安全帶 在歷史極速發展列車裡邊 就是像Colomax 搞不好會被拋出歷史之外 我們列車之外 因為我們台灣轉型太慢 第三點就是政府目前 現在以大代小的產業減碳策略 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因為我們這一年我們也做了一些訪談 那現在其實就是說 對於很多企業 最重要的是你的範疇一範疇二 範疇一就是我企業在赤城裡邊的排碳 我想早上大家有聽到料演長在講 範疇二就是我使用電力 範疇三是我的供應鏈裡邊 譬如說我是台積電 我的上游廠商是我的供應鏈 他們公司提供的這些零組件 他們也會碳排 所以也必須要處理 或者我的產品整個送到 譬如要送到歐盟市場 我的碳跌落 我的碳就會太高 一定要會付稅 所以這時候就是可能要透過 大代小的方式 那台灣有157家的 157萬家的中小企業 其中有15萬家是屬於製造業 所以現在還是要去盤點每一個行業 我想早上那個李宜化董事長 他們現在做的幫忙就是這件事情 我是一個供應鏈很主要的公司 譬如說我是台積電或台達電 我的供應鏈裡邊 譬如我有2000家供應鏈 可是我其中只有8家或12家 是碳排比較高的這個 所謂上游產業 所謂的範疇3 我趕快輔導他們去減碳 這個步驟現在是對的 我想這個可能媒體朋友 也可能來幫忙推廣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現在有三個模式在做碳盤查 一個是環保署 一個是公園宴 一個是工業局 工業局有三個碳盤查的模式 現在業界末中而已 現在這個還在整合 反正現在已經開出這個規格 下一個部分就是 下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剛剛問卷提到的 應該要辨識弱勢中間所得和脆弱群體 靜庭嚴景的衝擊影響評估 各位知道就是淨零碳排 要去辨識脆弱族群 氣候調適最重要要辨識出誰是脆弱族群 我們每一個人在一些不同的工作崗位 可能都有一些人會變成是脆弱族群 所以這裡邊 第一個當然大家看到現在我們上面寫的 就是說 因為有這些要轉型的成本 會導致在油價跟電價跟稅金 或物價上飆漲 而產生脆弱族群的生活更艱難 這個地方是要辨識出來 然後政策上怎麼去施行 比如說在你只用某一些電力沒有到達一定程度的 那你就不用這個電價 你就不用多的電價 從時間電價的角度 或是說我們一直在主張說 現在行政院版本的氣候變遷營運法的碳費 是絕對不夠的 應該要提升到碳稅 我上個禮拜我也去做這個 去做政黨遊說 我們希望在業的能夠提出 先碳稅 然後三年之後 先碳費 三年之後碳費落日 碳稅的條款要出來 這對台灣是因為 你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碳稅的架構 才能夠進行社會重溫配 講簡單一點就是說你有這些碳稅 你才能夠成立所謂的公正轉型基金 來針對弱勢者來做輔導或補償 這個是台灣現在是要做的事情 那當然這件事情是 現在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各位知道因為環保署或行政院 剛要提出碳費 從2020年溝通到現在已經是不容易了 台灣要突破這個碳費已經不容易了 你現在還在加碼到碳 工業界那邊的壓力是很大的 但是這是一個現實上我們已經從 從國際上或是從我們從研究上看到的 必然會發生的一個問題 好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重新評估 弱勢族群生活的基本需求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有一個合作夥伴就Domi 他大概四年前我們開始論壇 他們幫台北市政府做1000家的這個 弱勢家庭的這個調查 弱勢家庭就兩種特性 大概我記得他主要內容 第一個他們會使用二手家電 那二手家電影比較好 第二他們小孩子 大家一定沒想到 他們小孩子沒跑去711特性 因為用電 所以我們這麼真正去辨識說 即使是在台北市這麼先進的社會 都市 我們怎麼真正去辨識所謂的弱勢族群 這個地方 地方怎麼發生出來 這是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社會工程 就是廖院長今天報告最後講到的那個治理的部分 那中間所得者 第三點 對弱勢族群不只是限於真正的比較低收入 對中間所得者 這個我想也是政策上需要注意 我想我們需要細膩的來注意這件事情 然後公司應該主動協助 政府應該主動協助公司自己的轉型 我想這邊講的比較快的 當然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說中高階主管都會意識到 比基層員工 意識到責任未來會轉嫁到員工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轉型 我想說起來簡單做起來 只要找到路徑 然後用尋推力的方式找到他可以轉型 台灣人是基本上很聰明 我們有彈性我們快速的這個 但是怎麼找到一個正確的策略 這個非常重要 然後另外當然就是我們比較關切的 這個高碳排高耗電產業 現在面對的所謂碳關稅 還有現在大家在談的ESG 氣候財務揭露這些問題 公司怎麼轉型 我想這一年來 從2021年來到今年來 非常多的產業已經越來越注重 這樣的一個issue 那我們怎麼樣循序漸進的 邁向這個路徑非常的清楚 OK 那我們會建議 就是說在工部門 應該在全國的各個區域 結合各個區域的大學 非營利組織地方團體 來建構多元多網絡 多層次的這個產業跟社會的轉型機制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如果用軍事 軍事的角度來講就是說 戰備重疊 就是說寧可凡不可以減 因為這件事情是面對 大家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你一旦檢略的話 你認為做幾次溝通事情就完成了 那這個就會移動到像 2018才有到貨車那個抗爭的事件 所以寧可凡不可減 戰備重疊 重複去做這件事情 總是會挖掘出很多真正潛在的 這個受衝擊的群體 怎麼去轉型 這裡邊大概有很多政治跟社會的工程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強化溝通 參與共享跟分論的機制 我想全世界很多的今天包括 能源轉型 包括今天很多這個 再生年推動 分論的機制 還有當然就是各方面的溝通 對勞工權益的溝通 對生態的溝通 都是需要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台灣就是在這個 固然上 很多地方都需要很多人來協助 無論是生態的溝通 這個環測的檢核 還有許多現在未來會衝擊到這個 產業端 開始要進行這些碳稅費 成本提高或是公息 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這個接班人 想那個他就收起來了 不會做了 衝擊慢慢都會出來 所以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 要去提出的 然後最有效溝通 就是要告訴利害關係的好處在哪裡 大家透過一個共享 創造出一個 一個共同討論出的一個平台 提出一個討論路線 Button Up 除了Top Down 還有一個非常清楚 Button Up的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 我們也一直認為應該要建立的 現在基本上是沒有的 現在基本上是沒有的 就可能有委託某一些研究者 去做一些Button Up的研究 可是真正這溝通機制是沒有的 那最後就是 當然就是這個分論機制 怎麼樣去把它建構出來 我想這是需要一些設計的 那我還是重複講一下 就是基本上我們現在面對這個轉型 我們可能要提出很多不同軌道的策略 這個軌道可能是要貼切在我們很多現實的脈絡 那最比較麻煩的就是我們跟韓國很像 我剛才問三軍教授 我2015的時候我的印象 我記得韓國那時候大概5.6億噸 5.6億噸 5.6億噸的碳排而已 後來他們現在 就到6.2億噸 我在查看很多演講說 韓國碳排佔全世界第七名 這個6.2億噸 他現在說已經接定6.8億噸 那我們台灣是到2007年就到峰值 就是在6.7從1998 6.7一起開始商轉 一直到2007 就到達2.7億噸 2.8億噸 是台灣的峰值 就是一直維持在這個 反而我們的問題比他們更單純 那他們是一直在短短 可能不到10年就增加1億噸 那我們的2.7億噸我們怎麼來處理 那也有人建議是說 後續老人建議說 可以讓這個企業購買探權來抵換 我想那些很多後續的issue 好 那我們這個 最後還是這個計畫 就是說我們這個問卷就是 我們王瑞根博士 我們郭亞廷博士 那我們團隊一起大家 來貢獻這個問卷 那今天大概就是先有一個 Announce的公佈的一個形式 那我們歡迎現場 記者朋友先來提問 然後再看我們的這個 一般同仁再來提問 好 先到這邊 謝謝各位 看現場那個記者同仁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就大概還有20出頭分鐘 可以來回答 謝謝 謝謝 現場有沒有記者同仁要先發問的 我是台灣行報的記者 我想要提問的是 現在就是綠電生產不足的狀況 大企業也在搶綠電 這邊的建議是說要優先協助這些高碳排 耗電的企業轉型 在面對綠電不足的狀況 像我們一樣還是要把這些綠電先提供給高碳排的 還是要我們要怎麼樣去取決 我們要把綠電提供給很重要的 像半導體的這些重要產業 還是提供給這些高耗能的產業 我們要怎麼去衡量這件事情 我們一筆 先第一環來回答 好 那顯然大家都還在醞釀這問題 或是這問題對大家其實都還真的蠻新的 我先回答一下再看兩位博士 就是我這樣跟各位講 就是我如果從統計數字來講 就是我們2001年到2016年 我們的再生能源的成長 占發電力比例 扣掉灌場水利真的都不到1% 我每次那時候做報告 我每次都覺得很難 那現在就面對 雖然2016這個蔡政府這個強力的 trigger整個綠電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它還是進度 有一些又遇到COVID-19 雖然說今年年底 到這個時候已經有200座離岸風機 會確立的 明年3月可能會上轉 那這個是有一個數字 有一個數字可以提供給大家看 如果今天是大太陽 在下午1、2點的時候 我們的太陽PV 我們的太陽光電 會到達佔我們發電量大概13% 14%左右 但是風冷到現在還不到0.0幾% 所以風冷這時候要趕快追上來 那綠電這個問題就是一樣 就是說台灣如果已經有一個基礎 像我的印象大概德國在2012年的時候 他們的綠電也大概到12、13% 就開始往上衝 今天台灣的綠電 如果能夠已經到達15% 甚至到20%的一個基礎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很好談 那可惜就是說這幾年 剛好這個時間點是比較發展的 有一些很多因素比較慢 那綠電現在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很大的部分是台積電去收購 那它如果是一個市場價格 就看市場競爭 現在大概經濟部今年中有提到一個是說 要能夠有10%的比例 能夠給中小企業來購買 那這個就看它政策 那有人認為這是違反市場法則 不應該是這樣子 那這就要看細部的設計 簡單來講就是真的還是綠電不足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簡單回答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在今年11月的左右 我們有跟上週合作一個就是碳全台的一個上市櫃碳競爭的一個競爭力 那其實從我們研究團隊跟這些上週的合作的調查中發現到 其實產業它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那我們的資料顯示說其實製造業特別是高碳排產業 他們已經有開始在設置這些再生人員的一個裝置 那從政府的政策的一個我們交叉來分析 如果是它的一個用電大戶是達到5000k瓦以上的一個企業來說的話 它設置再生人員的一個比例更高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些數據來看它說 其實如果當政府跟產業它如果同時來合作的時候 在對於再生人員的一個推進 它其實是會很快速的 所以我們的建議是說 在針對這些高碳排產業 或者是說其他的一些比較是傳統的高碳排產業來說的話 我們是希望是說政府從政策來跟這些產業溝通的情況之下 可以讓這種用電大戶它的門檻可以降低 因為從數據上顯示說我們如果他超過5000多瓦 他已經已經有很大的比例在去推動再生人員 那如果他今天是可以降低說 他用電到達一定的門檻以上 這個門檻可以讓他再低一點 或許對於我們產業的一個發展 還有推動再生人員來說的話 他會比較更快的一個進展 以上大概是簡短的一個回覆 大家好 有關那個 因為剛剛說到序幕 在國際上現在那個甲碗類體畜牧上是非常被重視 但是因為這一次掃市的部分呢 我們有先篩選那個總量 就是說 台灣雖然我們知道畜牧業這些當然也很重要 不過台灣的畜牧業甲碗排放 中心其實有文章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之前有做過盤查 甲碗佔的部分 在農業的部分是比較低 那我們反而是廢物清理跟污水處理的甲碗排放是比較高的 那也正好這次有列進去 那我想這一次是初步的 未來我們針對農業上確實 需要有我們自己的一套盤查的方式 那可能就會進入這個未來的掃市 那我們這次是沒有做 希望未來可以做 那第二個部分半導體當然有 他就在電子業裡面 剛剛不好意思 那個清單掃得比較快 那他的耗電量就是會進入我們掃市的雷達範圍 那剛剛也沒有說 其實這個除了我們碳排列入清單之外 因為台灣的電力排放係數目前還是比較高 所以高耗電產業也在我們掃市裡面 那當然其實兩者重疊蠻大了 不過基本上 煩惱體是一定有在裡面的 那您提問非常好 其實他有可能在不同產業交他分析裡 他們的意向跟態度是不一樣的 那這也是之後我們會就現有材料做更進一步分析 所以電子業的態度是不是跟其他的不一樣 那我們正在經濟當中 未來如果有緊播成果 歡迎到中心的網站去看我們的研究成果 那這邊我們會 明年也可能會做這樣的調查來經濟這件事情 我都回答一下 好 那個謝謝各位觀眾 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郭亞廷博士說明的那個 就是我們跟商周 在上一期商周所謂的碳金正義百強 其實裡面也有設計這些企業 那個是做了 也是上市櫃公司 有400多家 有300多家 然後有140多家來填問卷 那裡面我們就在看他們的創新跟行動跟策略 那一般現在被訪問到的公司都是 他們說他們會強化綠電跟電動運輸 我想這個意思企業都有 現在重點就是說 當然就是綠電到底夠不夠 這些問題怎麼來突破 這是一件事情 那一個裡面還有一些不錯的發現 然後請各位大家來參考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就是陳維林先生 就是請教說 我們風險中心做過 過去有做過台灣能源貧窮的調查 現在在這邊 我們的對能源貧窮的建議 需要建立的是要酷各部會的協作機制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是一個比較辛苦的事情 因為我們大概應該在4到5年前 我們一個風險事態論壇 我們當時是做了一個初步的報告 就是依照國外的文獻 就是在你的家庭收入裡面 有超過10% 你是支出能源 是做能源支出的話 那就是陷入所謂能源貧窮 那後續因為 金沛的關係 還有研究主題關係 我們就沒有追這一塊 那謝謝你的提醒 那這件事情應該是政府要來做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 要做非常大規模的調查 那現在其實就是說 同樣的事情不只是公正轉型 或是這個所謂的能源支出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說 我們現在政府在 政府在做決策的時候 是需要數據跟資料 精確的數據跟資料 那這些數據跟資料 一個當然是我們鼓勵 應該來建立長期的資料庫 另外一面是 他有時候如果是涉及 比較敏感的個資的時候 這時候需要做一些解決 那這個是另外一件 一件跟大家報告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可能也是 需要來 先看從哪一個approach先進去 因為通常我們在做調查時候 有一些基本的資料收入的背景 那個都可以看出來 但是勢必這件事情 是要做的 好 那我們 對於公正轉型部分 對中低收入族群如何辨識距離做法 違和 特別台灣對家庭收入的 鏈定範圍很廣 即使實際上沒有收入 但是要工作能力者 有最低基本公司的推定 就會納入法定 跟撫養義務家屬的收入計算 這個考題還蠻難的 來 那個 阿丁 待會你要不要來回答 我想這個讓我們準備一下 好 那 請問台大風險中心對於氣候邊境應應法 草案如何納入公正轉型概念 並加以實踐 有何建議 我們齊華妹教授在這邊 要不要幫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氣候邊境應法裡面 有把公正轉型 真正明確寫入 行程的版本有沒有這個草案 我的印象是不太有 不太有 所以大家稱得 這是一個 就是 這個Professor Samjian urge Let our public have make a strong public pressure to our government 那這麼說好了 就是我們的政府並沒有 做很明確的這個決策 但是 那政府部門並不是不做事情 而是做事可能都需要一些方法 那也不是一觸可及 那但是如果說 大家對這件事情都有一個方向 那現在氣變法的爭議 反而不是在這一塊 氣變法其實有幾塊 一個是 現在我剛剛講的碳稅費的問題 我想這是 現在在野黨 跟行政院版本 或民進黨團版本 在bargain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希望組織 我們希望能夠設立像 這個像他們有碳中和委員會 我們希望能夠設立這個 有一個行政院的氣候匯報 不要是永續發展 另外我們希望有專家的委員會 因為在國外 大家早上都有看到一個概念要碳預算 就是一個國家會去估計我到2030 2040 2050 我要減碳的那個減碳的騎乘跟大概的容量 那個叫碳預算的概念 我們基本上當然有在這樣推估 可是說這個在氣變法裡面也不見了 所以現在好像容納到這邊 然後氣變法另外一個大的問題 應該是氣候調適專章 氣候調適專章現在只有四條 如果公正轉型有關係的話 應該也要部分納在氣候調適專章 因為就是在氣候變遷 無論是你在受到氣候災害 或是你在因為氣候變遷 要產生產業轉型 要對受衝擊的族群的時候 這時候需要調適 需要辨識出誰是摧頭族群 這一塊其實在這個專章裡面 我的理解也是沒有 也是沒有 所以這步法 勢必未來一定要再修訂 OK 謝謝周老師在剛剛的一個 在法條上面的一個補充 那我就針對剛剛 我們在那個網路上的一個留言 就是想要知道說 對於中等收入族群 它如何辨識與 如何辨識以及忌體的做法 那特別是台灣對於家庭收入的 認知的範圍很廣 那實際上可能沒有收入 但是只要有工作能力者 他的就是有具體的一個工資的推算 並且他會有納入他的法定 撫養義務家屬的收入計算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的中心 其實在這個問卷調查的一個部分 我們在剛開始設計的時候 我們確實是有去進行一些 收入的一個設定 首先第一個是我們可能針對 他實際的收入 那實際收入的話 其實大家在於是 特別是說 台灣的民眾對於 尤其是企業 他可能對於他的收入的揭露 其實我們還是有部分的人 他不太願意去揭露他的收入 至於在學理上的做法之外 我們除了實際的收入 其實還可以用一個叫做 我們心理的感受 在學術的研究上面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心理感受認為你是屬於哪個階層 那由於受限於經費 以及說有一些條件的情況之下 後來我們中心是有把那個實際心理的感受的收入的 有問一下拿掉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常好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個人覺得說 我今天的一個 我認定我實際收入是多少 可是可能他在實際在表達上面來講說 他可能不願意揭露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他可能揭露程度不誠實 這也是有可能 以及第三個 他雖然實際上賺了這麼多的收入 但是他內心可能外在於像現在通膨的一個壓力的一個高漲 可是他認為他就屬於 即使他今天是賺了五六萬 他可能他認為他實際上的一個生活的能力 他可能是屬於中等收入 所以這些的一個問題都是對於說 我們在台灣他在思考這個中正 公正轉型的一個過程中 中間的一個過程中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樣去很細緻的 很細膩的去拿捏 就是說對於說不同收入族群 他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 特別是在禁營碳排未來的壓力下 可能郵電的雙掌 以及說對於他工作的一個擔憂 我們該如何再更多的一個細緻的去跟他們溝通 我覺得是可以從 不管是從學理上的一個設計 可能不僅是只是實際上他的收入 而且我們可能要加入他的一個心理感受 所以未來我覺得這個提問非常好 我們可能未來的一個公正轉型的一個調查 我們可能會更多的納入這一塊 那希望這樣子有一個間諾回答 可以有回答到您的問題 我們大概還有6分鐘時間 我們題目一直在進來 謝謝大家一直丟 有一個題目是說 能源轉型的另外一個面向是原住民部落 那人口疏離的農漁村 請問公正轉型捨立如何收納這些群體的意見 而這個從捨費裡邊有時候就是要特別去設計 或是在這個調查的母體裡邊要特別去設計強化那邊的樣本數 那或是加權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透過訪談 各位知道那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有它一定的限制 尤其量的話大家今天看到很多數據就是我感覺什麼然後大概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 那就反映出大家的擔憂程度 說要透過焦點團體跟訪談 比較能夠深入了解知道問題 那多次以後 多個產業類型之後就比較可以歸納出問題的範疇 然後解決的路徑 那現在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在今年3月30這個行政院的這個2050基金碳碳總說明的架構裡邊 12項戰略裡邊最後一項就是社會科學 那當時我們其實是有 我們風景中心有去建議 就是說公正轉型 應該說基金碳碳 這個社會科學的介入非常重要 所以這件事情現在應該是國科會 因為這兩天大概總預算確定了 國科會那邊是在佈局 就是公正轉型 或是說幾項社會科學的題目 我們劉仲恩教授也在裡邊 這個要去對相關的議題做一些調查跟分析 那這些看起來都是初步 那這些調查跟分析我想也是一步 需要大家來協助 因為那我們是現在希望就是說 能夠跟歐盟一樣 現在所有的科技計畫應該是 問題解決導向的計畫 就設定某一些問題 然後請學術單位 或是一些智庫下去進行研究 這件事情倒是可以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所以相同的議題就是公正轉型也是一種過程 需要專者跨部會團隊或組織執行 講問研究團隊對於成立一個專者執行機構 有沒有什麼樣的構想 我想這也是一樣 而且這個大概不能只有一個專者機構 不能只有一個專者機構 應該是說要有 我們的構想大概就是說要多遠多層次的 就是要去統整這些issue 那跨部會的來協商或跨部會的來monitor 這些issue共同進行 那也跟各位大家講 不只臺灣那臺灣是跨部會的運作是墜落了一項 各位今天已經聽到我講好幾次 哪一些是我們政府行政部門墜落的 跨部會也是墜落的一項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很多部會包括交通部 大概在6月7月有針對這個近年的運輸 做過所謂戰略溝通會議 很多部門最近要做節能的 然後都有在進行 但是這些看起來就是還是先從各個部會先發 未來還是要有一個統整的一個架構 那才能夠把問題收納 那我們學界能夠做的幫忙 就是把這些問題不斷透過研究來反應 所以我想這個專者應該是 大家待會那個司客和副主委來 可以好好考考他 我也是苦力大家考考我們行政官員 他們應該有提出一些對策 可是可以再請他們再多費力一點 因為這個的確是一個大家關心的議題 不要等到發生了 變成一個社會的一個抗爭的時候 才比較才來收拾 剛剛我記得有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怎麼樣來看待那個台南 台南的那個綠蟑螂的那個事情 這件事我想這個就是 牽涉到台灣的地方治理 地方派系 各位如果想想看我們的高科技配器物 是怎麼傾倒在我們的河川的 各位就可以想像這些事情都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我想是我們台灣的政治上最大的痛 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到很多這個Mafia 那個三分常常在講說 他們他們韓國有些Mafia 這個重解對核能 這個把持在那邊 他身為那個他們Nuclear Mafia 就是說這些事情在台灣事實上在發生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政治上的親民 那民眾怎麼去request我們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這個不是什麼機制可以解決 它就是一種地方的派系 地方的政治文化 甚至我們有黑道可以 這個在選舉的時候可以加入 我想這個是台灣非常奇特的台灣奇蹟 需要我們年輕世代來出身 我想這間大概這個也不是只有台南 非常多的地方 我還是跟大家報告一個數據 這件事情也請大家一起來關心 我早上的報告是說 我們到11月20統計來台投資大方案 有1271家裡邊 56%的產業 那這是統計出耗電的 我記得在前年的2月跟前年的6月 上週跟天下分別報導 在2020年的時候 來台投資的產業裡邊 那個時候的數據 有4成在廢期物請到上面 都有過違規的紀錄 那各位就可以想像 當這些大規模的 我們當然歡迎來台投資 但是這些大規模的產業 回來台灣投資的時候 不只是耗電耗水 大家現在聚焦都聚焦在台積電 不只未來會起舞的問題 也是會有一個大的問題 當生態的災難發生的時候 開始災難請到在我們的河川 開始產生食安的問題 我一直跟行政部門講說 這些事情發生了 食安問題 你跟民眾講什麼公正轉型 是沒有人要相信的 連這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好 我們台灣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我覺得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因為很多事情即使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都看到現實的情況 那大家要多來關心 因為這件事情可能可以透過一些 所以我感謝我們三星教授 這個Provocate our public to exert pleasure to our government 我不要再講第三遍 這就是大家一起來出力的這件事情 對 關於那個能源轉型的那個 這個若是原住民部落疏離的漁村 公正轉型的這個如何收納這個意見 其實我們只要有場合 不知道去任何地方開會 只要請我到講公正轉型 我一定會提醒政府 或者說直性的研究 下到那個實際的 調查有很多種 有一種是數據性 全國性的掃視 這一次有點是調查 但是一定也要直性的調查 田野的調查 那其實中興一直在做這塊 有這個團隊一直在執行 所以我們會下去看這問題 那我也是很歡迎提問的人 因為你特別指到的這一點是 我們連在報章雜誌上都不知道這個原民部落 他其實已經受到很大的損害了 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有一些這些弱勢他的聲音根本聽不到 如果你知道 真的是可以寫信來中興說 啊 那個地方太陽能板被種得亂七八糟 然後很多原民他們被收買 他們土地被騙了 不知道 我是假設情況 不是真的 就是這個 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去 訪查 可以把這些事實 呈現出來 甚至反映給政府 非常需要這些資訊 如果你有這些資訊的話 那我們一直在做 需要這樣子的訪查 直性研究的價值在這裡 謝謝 時間的關係 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就到這邊 因為會到下一場 會到下一場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邊 如果有問題 我們在施地亞再討論 今天我們這一場 就到先到這邊 謝謝各位